所以说我大学学的是机械工程 然后对什么力学、物理学这些是比较精通的 当然这个对我的武学也有一个很大的帮助 然后就是我的一个职业生涯 就是我是干什么的人 就是我是在武术协会、跆拳道协会里面 我是专职培训教练员的培训师 所以说我在做整个的武术培训 或者叫武学的一个传承的时候 我就有我的一个准则 我提出了16个字 这16个字非常的重要 第一句叫传承有序 第二句科学重组 第三句叫模块教学 第四句叫量化练功 我总结了这16个字 传承有序呢 这个就不说了 传承有序肯定是我们不能去学一些 可能你找一个老师傅学权 可能他自己都搞得不明不白的 你跟他学 你肯定也学得不明白对吧 所以说我们要找一个传承有序 他是怎么样来的 为什么是这个样子 那么你才可以站在你师傅的肩膀上去成长 那么第二论呢 就是科学重组 科学重组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现在的人 我们不能跟我们师傅一辈 或者师爷一辈那样的练功方式 那么现代人呢 他时间很紧张 然后呢 他的思维也不一样 那么我们必须要科学重组 先念什么 后念什么 才能够做到优化 就是功夫可以快速的上升 因为现在这个时代也 也没必要去考验谁啊 对吧 就像我的师傅 他有时候也经常跟我的师兄弟说 你们很多很多人 还没有经过我的考验 对吧 考验考验什么 当然师傅一辈的 他们的观念是不一样的 怎么说 他们会认为这个 我们家的武学 你如果不重视他 他可能就不愿意教你了 所以说这个 其实大家的练武 都知道 在全国各地都是这个现象 那么科学重组 过后 科学重组的目的 再讲一下 科学重组的目的 是为了可以节省时间 我们可以快速的把功夫练出来 传承有序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我们传承 传承我们中国的文化 你不能乱整 自己乱编一个 那么第三个是什么 叫模块教学 模块教学呢 其实它的目的 也是解决一个 我们快速功夫 可以上升的一个问题 大家会发现 我的课程都是模块教学 比如说装功 我这一个课程体系里面 全部是装功 好 模块教学过的是量化练功 这里还是解决一个 怎么样让你功夫上升的问题 在老一辈的教拳 他们都有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包括我自己练功 或者我以前学拳的时候 也发现 师父跟你讲 你好好练 我也不知道我要练多久 我要这个拳练多少次 所以我就 因为用现代人的一个思维来讲 我们就可以把它做点量化 怎么样去量化 我现在 我今天打拳可以打五十拳 明天可以打八十拳 对吧 我就通过一个量化的练功夫 我设定一个小目标 然后小目标不断的积累 后来就会变成一个大的目标 最近就有学员跟我反映说 说他练拉功手 说很有感觉 说最开始 因为我在课程里面讲的是初学者 练拉功手 就是点息三次 他说现在他可以做到四次 然后呢 估计再过几天可以做到五次了 我觉得这就非常的好 因为你首先有一个目标 你目标精准了 你就会向这个目标一步一步的迈进 而不是很盲目 这个就是量化练功 那么说了这么多 我之所以说这个东西呢 是希望大家能够跟着我一起 把岳飞 我们的民族英雄 岳飞的母学 把它传承下去 因为我在最开始 在网上来讲课的时候 我也担心大家听不懂 或者我的表达有问题 那么开了几次课过后呢 发现很多学员 然后反馈都很好 所以说了我就想 把我真实的想法 包括我的教学理念 今天也跟大家讲一下 这样大家才可以练起来 你不会那么的迷茫 不要觉得 因为有很多人 他会问我一些稀奇无怪的问题 讲的是你这个课程 你后面还会不会出啊 或者你的课程有没有系统啊 大家都在关心这些问题 所以说我讲这个 讲了这16个字 就是告诉大家 可以放心的 跟着我一起 好好的我们把岳飞拳传承下去 传承有序 科学重组 模块教学 量化练功 这16个字 就是我的教学理念 希望大家跟我一起 好好的传承 我们的民族英雄岳飞拳 他的拳法 好 这一课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